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筑地径 还有城市的一个改造转化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想法 一个想法呢 在整个我们希望之秋的一个规划跟改造的一个架构下面 其中一个切入的一个角度 这个防洪洞变成是我们切入扰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从这个地方切入之后呢 不只是把基隆这个城市的历史的一个记忆 还有场所重新发掘出来 就是透过这个防洪洞的一个串接 这个地方可以一直串接到我们的旧的二分局 会串接到旧的二分局 那二分局未来也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希望之秋 甚至会变成是一个进出的一个端点 我想这个会把过去我们对于所谓的终身公园 未来的希望之秋 一个出路的一个动线 还有所谓过去专业上一直来讲可及性的一个问题 那一并来做结局 谢谢大家 1 2 3 2 現在穿這波的 下面可以跟一支生計畫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